我们用鸡蛋 西兰花 不是做一个雕刻的菜 鸡蛋煮8分钟 熟的鸡蛋为雕刻做准备 我们先把西兰花切碎了 西兰花切碎了 咱们主要是做花的底 西兰花提前给它焯一下 它就更绿 颜色更好 先给西兰花加点味道 咱们加点土豆粉 和土豆粉增加的粘度 烂油增加它的亮度 鸡粉和蚝油增加的香度和鲜度 咱们瞅这个鸡料的这种 鸡肉也来了 它也会找到香味了 鸡肉不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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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匙增加在眼皮 鵡肉不开 鸡肉不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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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用西兰花做个花盆的泥托 粉面一定要多放点好复兴 咱们叼这个一定要慢一点 刀一定要下得正确 一点点的给它打开 咱们俩慢一点把这个花瓣打开 这小西红柿一定要给它一点点的打开 你看给它打开就是一朵花的 飘喝的菜花菜呀咱们就做啥 这个橘子咱们就是一个给它切成瓣 把它扒开就可以了 桃树上吃真是不一样 树上吃跟屋里面吃 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一道现在粒粒不大 不要慌了扇舌头 换个裂点来 树上吃 树上吃 在屋里吃 有什么不一样呢 味道区别不大 主要崩大 是 温度区别不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